大家好 恐怖视线又出现了 幻记我们之前请了风水源河师傅 专门说了两个关于风水与灵界的关系 我们再参考一下 好吗? 好啊 专姐 你好 好 你好 艾文 今集这个案子我听上去都有一些恐怖的画面 是的 等你来讲一下 好的 因为我有一个学生 有一天因为上课的时间 课室有一块很大的镜 他就说我很害怕镜 我就问镜是什么问题 为什么要害怕呢 他就说回他的故事给我听 他现在做的职业就是保险 但是在未报保险之前 他做过几个不同的行业 在十几年前 他做了一些叫做人造首飾的工厂里面做事 他记得那时候 他的老板娘 他就在一些地铺 一些地方做一些工作的地方 但是由于租金越来越贵 他就找了一道旺角的 现在很多改建组做甲级写字楼的写字楼 用来做一个中小型的办事处 因为那时候租金也比较不太贵 那他的老板娘也很稳定 上去看楼的时间 他就看到这个写字楼 一样东西都合乎自己的要求 他看下的时候 旁边有一块很大的镜 他就想一下 咦又对我的行业 因为他做人造首飾 但是那块镜旁边是裂了的 他觉得都不要紧了 我租金而已 还有我这么多首飾 我连着他就应该不觉得 遮瑕就算了 他都很稳定 他也是担心上一手 不知道是什么人做过的 他就下去问租务 问上一手是什么人 租务署就告诉他 你上一手是有几个男性 在做一个叫电子零件的工作 因为现在就北上了 所以他们才不租 老板娘听见很安全 又適合自己用 很快就就签了一年生一年死的约 签完之后 就搬入这个写字楼 做他的公司的运作 他就请了两个女孩去帮忙 进去之后不够三个月 他自己就跌断了一只脚 几乎又动拐掌 又坐轮椅 什么都洗完了 接着没多久 所以他其中一个女孩的同事 他妈妈就走了 又要请假不上班 另外一个女孩 又是因为苦科病 又要做手术 又不上班 接连所有的问题 那一个月里面发生了 但是有很多工作要赶快 而且自己真的要不做 没有人做 唯有日后上班 晚上也要上班 有一天晚上他做到很晚 很晚 他突然看到镜头 突然出现了很多人在梳头 一看到这样的场面之后 他自己所有东西都放下 不做 立即奪门而走 即是迫都走得很快 立即走 出现了很多人在梳头 这个画面真的很害怕 他怕到他什么都不搞 立即走 没多久 那几天 他就再下去租务署 问之前是发生过什么事 租务署就解释给他 没什么大件事 不过 在这个电子零件的上一手期间 是租了给一间做假发的批发公司 假发啊 大哥 他一想起这件事 马上很心寒 即是说可能他 那间公司之前 放了很多假发的人头啊 是的 还是那些这样 是的 那他一想起这个问题之后 他什么都不想了 所以剩下来的租 他宁愿给租的人 他都不肯再返进去做的事 那为什么呢 那你不一定有鬼的 你做假发而已 那谁会看到很多灵头疏头 所以他都不问任何解释 他自从试过一次 他说去过 旧的女后婆 他说去哪里租屋都好 一来就要找个园学师看一看 另外呢 就一定问 不是一手 我问几手以上的人做过什么 那你是园学师傅啊 那你怎么解释这件事呢 其实呢 就因为这个就是 他对那个灵意的 有一个特殊的感应 另外第二件事呢 就是说 凡是屋里面所有的大镜 或者是任何的镜都好 如果真的裂掉了 就真的不要要了 就是不要沦息一些金钱 因为在园学上来说 凡是镜裂掉了 都容易招音的 是的 就是可能他和镜是容易 是进了一些东西进去的 他们所说的 是通道 所以我试过一次这样的教训之后 他就以后租地方很小心了 是的 就问多几手 是的 就不会只问一手 那就算了 是的 而且有镜一裂 可能他帮他挡了一些东西 或者怎么样 这个就真的无从稽考 不过我当时听到上来 我当时听到上来 我都觉得挺灵意和挺恐怖 是的 看着我的朋友 你家里或者在办公室 有没有镜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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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出去看看 是的 谢谢 谢谢